整座城市漂浮在海上 丹麦建筑团队出奇招 誓言杜绝洪焕 全球首座漂浮之城 由联合国携手韩国 拍板决定将落脚釜山 釜山有340万人口 基数够大 水域也相对平静 成了绝佳的市营运地点 气候变迁之下 今年全球各地饱受洪焕侵袭 治水之道成了联合国烫守山域 釜山漂浮城市 要先试盖三大岛屿 分别作为生活旅游和研究用途 总面积约6公顷 可以容纳1万2000人 只是这岛要怎么盖 先用海底缆线固定人造岛平台 搭配可伸缩的细船桩 大潮来岛屿上升 而退潮后回到原位 不过一座岛造价少说台币45亿 价格不亲民 因此有加拿大团队提出替代方案 不用这么费力打造一座城市 而是让每座房子化身两栖动物 先用底座让房子加高 再插入钢筋稳定地基 之后再铺上漂浮材料 平时房子住陆地上 水灾来临 改漂在水上 成了名符其实的水路两栖 漂浮城市商机广大 多出来的土地可发展商业用途 还能用来装风机或太阳能板 发展再生能源 两栖式房屋价格亲民 但较不具备经济价值 无论何种创新策略 都凸显全球气候变迁下 防洪议题迫在眉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